武器弹幕更不精准 这个比较适合普通攻击流 哪一个吧 猴子飞镖 潜伏攻击扔出三把高速弹跳飞刀 非常适合用来扎破气球 什么鬼 扎破气球 我这么成熟的一个男人 会跟你玩这种幼稚把戏 没扎破啊 好 这下又搞到两个很不错的视频 这个掠夺者后服就可以先收起来了 后面还可以用它合成一个更屌的视频 纳米技术 接下来还有一个视频 很多小伙伴推荐我做的 就是这个阿斯加德之英勇 有很多护盾合成的 合成起来比较麻烦 但是却是一件神器啊 首先我们先把十字章护盾给它合出来 这里面大部分的材料我们都没有啊 不过好在灾厄里面都是可以合成的 骨头加上骨骨灰 可以合成盔甲抛光剂 维生素需要几个药草和甲虫汁 哟 这个东西听起来就很下饭 甲虫汁需要去丛林打跳跳兽 狗在这里直接刷起来吧 跳跳兽过来 哇老乌龟先飞过来了 刚刚那边刷好多史莱姆 我往丛林中间稍微挪了一点啊 跳跳兽应该多一点了吧 还是好多史莱姆 一共刷到了四五十瓶甲虫汁啊 够喝 呃够用了够用了 先把维生素做出来 接下来是毒刺加酱虎 做成硫黄 然后直接做成药用绷带 暗影之魂加金状体 做成血眼 暗影之魂加丝绸 可以做成蒙眼布 好 材料齐了 可以做十字张护符 然后再做一个黑药石护盾 就可以做出最后的十字张护盾 第一个盾搞定 水晶碎块加寒原定 可以做出宝光盾牌 第二个盾搞定 圣巢定加珊瑚 可以做出海之盾 第三个盾搞定 第四个盾魔王的庇护 我们之前已经打到过了 然后就是最后一个材料 栽结核心了 需要灵气 看来得去一趟地牢了 要刷一些灵气回来 你们说花后的地牢 我敢开极限战争来刷吗 当然敢 不开极限战争 我得刷个什么时候去 有本事你来弄死我 我被两枪直接拘死了 我在上面建了一个小房间 这下拘不到我了吧 来继续开 上来了上来了 哎打不进来吧 嘿嘿 这下轮到我为所欲为了吧 哎 居然直接跑到我房间里面来了 完了完了完了 好多怪 都是能穿墙的 不行不行不行 顶不住了顶不住了 还有圣骑士 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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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狗一下 让我狗一下 别来了 别来了 完了 没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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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这不行了 花后的地牢也太凶险了吧 哎 又吸过来几个灵器 现在有11个了 还有 还有 哎 有20多个了 这下够用了 不用再去地牢了 先把这些混乱核心 日光核心 冰川核心 做出来 好 这些居然全部都要灵器 后面恐怕需要大量的灵器了 然后做出最后一个 栽结核心 OK 最后再加上生命果 终于可以做出最终成品 阿斯加德之英勇 加16点防御力 免疫击退 免疫大多数减疫 竟在液体中时增加16点防 增加20点最大生命值 获得圣火冲刺的能力 这件装备可以直接替换掉 闪避围巾了 来看一下什么叫圣火冲刺 这就是圣火冲刺 破汤 好 视频调整完毕 接下来就准备继续打boss了 来看一下下一个boss是谁 应该是这个汉海狂杀了吧 看一下生存信息 在花后杀成暴 杀死十只沙沙 还沙沙 它还叠瓷瓷 挺萌的 也可以使用召唤物啊 不过需要境界碎片 我没有境界碎片 只能先来沙漠 刷一点境界碎片或者是沙沙了 不过这些怪好像都只有在沙尘暴的时候才会刷 什么时候才会来沙尘暴 不会要在这里硬等着吧 有没有可以直接召唤沙尘暴的道具 我记得好像下雨的时候 沙漠里就会刮沙尘暴是吧 我们拿云来查一下 看有没有直接求雨的工具 改造型挖掘机 诶 雨的魅力 这不就是求雨工具吗 我就知道这个工具肯定跟云有关 我这是太机智了 和一个雨的魅力出来 好 可以去沙漠了 来 求雨 下雨吧 现在应该刮起沙尘暴了吧 诶 没有沙尘暴 什么情况 为什么没有沙尘暴 啊 我想起来了 下雨是可以让雪地里面刮暴风雪 与我沙漠无关呢 呃 经过我的一番查询 原来召唤沙尘暴的这个东西叫做 刚焊生成器 需要沙子晶晶矿和远古布匹 远古布匹我也没有了 来沙漠刷一点 刷到了八个远古布匹 够了 刚焊生成器 完成 这下真的可以去沙漠打boss了 来 召唤沙尘暴 来了 直接开极限战争 开刷 刷十只沙沙也可以 刷几个境界碎片也可以 诶 沙尘精来了 先把沙尘精干掉 这也太多怪了吧 我吓得下不去了 终于把这个沙尘精给干掉了 把我电脑都给整卡了 沙沙在哪里 我怎么好像一只都没有看到 继续来刷 才刷了一个沙尘精 诶 这是什么怪 突然在我周围冒出来了 不会是传说中的 阿拉登神钉吧 哇塞 这些怪 阴魂不散地跟着我 然后还放这种鬼火 还闪来闪去的 我还打不到它 这是第二只沙尘精 这沙尘精还挺难打的 诶 出来了 汉海狂杀 我看到了 才这么小一只 你这还没有沙漠大虫子大呢 也配叫汉海狂杀 我称呼你一具 不入流的小boss 你应该没意见吧 速度看上去好像挺快的 但是一次都没打到过我 我随便一个潜行攻击 就打它百分之十几 死了 打这玩意一点成就感都没有 太简单了 说句不客气的话 比史莱姆之王还要垃圾 比沙尘精还要垃圾 打它主要是为了这个材料 大狂杀灵啊 有了大狂杀灵之后 就可以做一个盗贼的武器 瓶中城 据说这个武器 对大个头的boss有奇效 OK 材料准备完了 我们把瓶中城做出来 好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挑战 下一个boss了 就是之前侥幸把我们击杀的 那个不入流的小boss 阿拉西塔与利维坦 看一下生存信息 杀死海中的神秘生物 它没有召唤物啊 好 我们现在来到海边了 先把平台给它搭一下 准备就绪 开刷吧 依然是极限战争开起来 神秘生物是哪一个 让我看一下你有多神秘 诶 看到了看到了 这就是神秘生物吧 三个问号 果然神秘啊 先把周边的小怪给它清掉 换瓶中城 来 哇哇哇 这个伤害这个伤害 一个潜伏攻击打它20% 这个瓶中城也忒强了吧 不过现在它在天上飞呀 瓶中城已经打不中它了 我们换成命运之矛来打 现在打它 信心大增啊 还说你不是不入流的小boss 我又把床搬过来了 出生点设置在这里 接下来又是一轮苦战 继续 突然隐身了 消失了 谁换我桌子 哇我看到了一个神秘生物 好大一只 鳄鱼吗 你这吐的是流星吧 这么大一坨 原来这就是利维坦 难怪你们组合的名字叫 阿腊西塔与利维坦的 你不会是阿腊西塔 养的宠物鱼吧 这样打下去可不行了 半天才能扔一个瓶中城 直接普通攻击算了 这普通攻击 其实伤害还挺足的 有希望有希望有希望 我知道了 打利维坦 不需要一直放潜伏攻击啊 瓶中城一直往它身上扔 就可以了 好出现了 把小怪都清掉 先把极限战争给关了吧 他为什么一直在掉血啊 是我的什么buff一直在烫他吗 直接换瓶中城开打吧 哇塞 还没开始打 他的血已经快掉30%了 先换命运之矛 把利维坦给打出来 其实普通状态下的阿腊西塔 我是不怕他的 对我根本造不成威胁 只要我们小心 他这个阴符就可以了 冲撞 更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躲过去了 哎 根本就装不到我 他现在还剩40%级的血 差不多40%的时候 他就会召唤利维坦了 好 试试了 开始了 他隐身了 要召唤利维坦了 这个时候我们打他是没有用的 切换成瓶中城 准备开始打利维坦了 先扔一个潜伏攻击 哇 你看他的血 扔了一个潜伏攻击 掉了20%去了 不过他现在已经开始快速移动了 我们就先不扔潜伏攻击了 现在他这个掉血速度也是挺快的 哎 阿拉西塔又出现了 先不管他 我们先把利维坦给他解决掉 哎哎哎 想撞我 现在利维坦还是百分之十几 马上就要解决了 哎呦 被咬了一口 死 死 OK 天色都变了 利维坦死了 现在只剩下一只阿拉西塔了 换命运之毛打 他现在又是发疯状态了 疯狂冲撞我们 所有的boss到最后都控制不住积极了吗 身为boss最后的体面呢 他似乎已经没有新的形态了 这是他最后的挣扎了 死 OK 搞定 终于把这个不入流的小boss给干掉了 先开一下宝藏袋 来 这是一个法式武器 弹琴的 利维坦龙岩香 20点防御力 这么厉害 原来利维坦是一只金 不是鳄鱼 对不起 误会你了 其他的又没有什么可用的东西了 我们来看一下战利品表 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是没有爆出来的 好多药啊 无底水桶 咸水瓶 这是个盗贼的武器 这个东西必须要刷出来 利维坦之牙 这也是个盗贼的武器 超级洗水棉 龟一新原石 这居然是个彩色的东西 一看就不简单 广大泰拉玩家的精神捷径 在最早期时你会获得所有属性的微量增幅 随着游戏进程增幅更加强力 这绝对是个神器啊 我们一定要刷到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适合我们用的了 那么就继续刷这个boss 务必把这个龟一新原石给刷到手 开 没有 但是出了个咸水瓶 还行吧 开 依然没有 出万混蛋 还是没有 这回我一口气刷了三个袋子 你还不出 来 走 啊 还是没有 这回我一口气刷了五个袋子 我就不信你还没有 这次再不出 我当场 开 好像还是没有啊 别慌 让我整理一下 整理完之后发现 真的没有 新灰之地挑战白金星剑吧 好 我已经在新灰之地这边搭了一个小四层的平台啊 稍微修整了一下 一直搭到了新红之地这边 这边这个地牢稍微有点碍事啊 如果一会有必要的话 就把它也给挖掉吧 先来试一次这个白金星剑的水平 来 哎哟 下来就给我来个泰山压顶 这回我打算直接用打阿拉西塔和利维坦 掉的这个咸水瓶啊 来试着打一下白金星剑 哇 我觉得伤害挺高的啊 扔了三下潜伏攻击已经打掉了百分之十几了 这个白金星剑的行动速度也不是特别快啊 感觉咸水瓶打他还挺合适的 现在这个状态下的白金星剑攻击也不是特别密集 还是比较好躲的 哟 这什么东西啊 像一颗小行星 一直在跟着我们 感觉现在白金星剑的速度稍微要快一点了 一直在往我们脸上贴 诶 炸了 这个小行星自爆了 现在白金星剑的攻击速度开始慢慢变快了一点了 不过也还好吧 马上就来打他一半一血了 诶诶诶 卡住了 我怎么感觉打这个白金星剑打得这么悠闲啊 一边躲一边找的机会扔他一瓶子 诶诶诶 诶诶 速度变快了 还是稍微小心一点吧 毕竟已经到了这个等级的boss了 而且还是灾恶的特供boss 肯定不是像史莱姆王那种阿猫阿狗了 感觉他打我一下也不是特别疼啊 也就一两颗血 两三颗血 不知道被这个小行星炸一下会掉多少水 他正在往空中喷了一个流星 现在只剩20%了 感觉他的形态变化不是特别明显啊 就是速度稍微慢慢变快了一点 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都在慢慢增加 就看他最后的挣扎阶段了 我们带了吸血鬼护服啊 只要暴击就会吸血 所以现在状态也是非常健康的 而他只剩下一点点血了 再来两下就没了 不会吧 这么好打的吗 走 再来一下 走 OK 这么轻松就被我干掉了 新幻敌人得到增强 微热的异界之音游离在地牢中 先来开一下宝藏袋啊 新建电池 隐利靴 星光能量核心 永久在圣上限速模式中增加15%伤害和5%的伤害减免 这么强 吃掉吃掉吃掉 其他的好像就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了 新建电池 恢复法力值的 没想到一把就干掉了白金星剑啊 我们这次太强了 感觉打起来也比较轻松 吃着火锅唱着歌就解决掉了 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战利品 诗元流星 哦 就是这个东西啊 有很多人推荐我去刷的啊 说是非常的强 还有神圣钥匙 其他的好像就没有什么东西了 既然这个白金星剑这么好打 那我们就一口气把这个诗元流星刷出来 好吧 来吧 你这个第一把就被我击败的小垃圾 哼 怎么这水平还越打越倒回去了 不到啊 去死 去死你个小垃圾 哎呦 还会闪现这个小行星 走你 没了吧 再来开个带子啊 我只要一个诗元流星不过分吧 还是没有 南极光雨 这不是新术师的法杖吗 召唤杖 没用 继续继续 搞定 诗元流星 原野天光 扔出一个短暂延迟后分裂的星辰 这也是盗贼的武器啊 来试一下 这个武器有点奇葩 难以言喻 打个boss试一下 诶 他还是穿透的 直接就穿过去了 击中之后会隐心砸下来 但这个伤害文明太低了吧 我打了半天只打了4% 潜伏攻击一下也只能打1%左右啊 这个伤害不太行 还是用我们的咸水瓶吧 还是咸水瓶伤害高啊 扔一下差不多5%了 OK 来 过来 走你 诶 还打不掉 让你炸一下 两个半的血 一般吧 诗原流星 诶 哎呀 还是没有 这都第三个带子了 出不出的 又出了一套时装 依然没有诗原流星啊 我们又来这个 小白星 走你 逆他奶奶的 这一带还不出吗 再给你一次机会好吧 最后一次机会了 诗原流星 又出一个套装 这个套装这么容易出的吗 啊 还是没有 先回来整理一下包裹 冷静冷静 想玩游戏一定要笑 嘿嘿嘿 呃 然后我稍微去查了一下 发现 皈依新原石和诗原流星的暴率 都只有10% 一点小小的挫折 抵挡不了一个战事的热情 我今天就跟这俩破烂玩意儿杠上了 今天这期视频 不刷出来 我是不罢休 让你们看看 我是一个多么坚持不懈的男人 你不是10%的概率吗 我直接一口气刷10个包装袋 根据概率学的原理来说 是不是就可以100%开出诗原流星了 好刷够10个了 我们来开一下啊 这个时候就会有眼瞎的小伙伴说 啊 你这不才3个吗 10个太难刷了 相信我们的运气 3个也能开到 好吧 走 我操 不行不行不行 不能这样死磕了 一条道路走到黑了都 我得换一个心情 先去刷一下阿拉西塔与利维坦吧 这次我真的一口气刷10个宝藏袋 啊 终于刷完了 先把东西都吸过来啊 看一下 这回可是真的刷了10个宝藏袋啊 绝对是真的不是P的 这回要是还开不出来 我当场就把这个电脑屏幕吃掉 来 包裹里面没有 这里有吗 好像也没有 完了 别慌 待会我先整理一下 诶 没了 就这么多吗 不是吧 10个宝藏袋都没有开出来 那你这个概率有问题啊 太坑了吧 诶 有有有有有有有 龟一星元石 啊 终于让我给刷到了 差一点就痛失电脑屏幕了 在最早期 你会获得所有属性的微量增幅 带着看看 看有多微量 诶 90的防盗96 6点防御啊 还行啊 比我想象的要多多了 既然那个10%能够刷到 那么根据概率学的原理 这个10%也必然能刷到 这一次我们继续一口气刷10个宝藏袋啊 一定能够开出来的 来吧 诶 我突然想到 他不是一直想怼我吗 如果用三桶宝石钉呢 会不会更容易击杀他 来试一下 还是按照老规矩 先在地上扔足够的潜伏攻击的三桶宝石钉 好差不多 来吧 诶 没打到他 过来过来过来 不行了 他动来动去 我只能站在原地了 完了 他还跳上来了 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可以的 只是需要稍微改良一下 我在这个下面挖了个洞 先多扔一点三桶宝石钉 一会我们就躲在这个洞里面 好 来吧 诶 过来啊 过来 好过来了 有希望 有希望 又同归于尽了 再来试一下 诶 这回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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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次没有同归于尽啊 这个方法可行 好 现在我们又刷到十个宝藏袋了 这次必出十元流星 好吧 如果这都不出 我当场 就把这个电脑主机吃掉 来 包裹你依然没看到 不过别慌 带我整理一下 包裹整理完了 还是没有 不过别慌 下面还有一托装备 肯定在下面 这个电脑主机挺贵的 来 粉丝先吃 十个宝藏袋都不出 你这会不会有点太假了 啊 还好我们已经掌握了三桶保时针的刷法 再来轻松刷十个吧 我们再一次抽够了十个宝藏袋啊 再来一次 走 好多石壮 别慌 再让我整理一下 诶 出来了 化镜的寺院流星 啊 终于刷出来了 刷了差不多三十次了 终于刷到了这么一颗寺院流星 让我们来试一下 辛苦刷到的寺院流星 究竟有多强 先放个假人来测试一下伤害 先试一下闲水瓶 来做个伤害对比啊 哇 闲水瓶伤害好高 五千多六千多了 再来试一下 诗园流星 先试一下潜伏攻击啊 也有五千多 四千多了 如果连续攻击的话 伤害就不行了 降到两千多了都 不过寺院流星有两种攻击形态啊 右键扔出大量受重力影响的爆炸彗星 在爆炸点释放大量滞留星层 来试一下 看看什么叫做爆炸彗星 哦 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这个伤害一般般呢 只有一千多 我们还是来试一下实战效果吧 打一下灾恶之夜 诶 这个下坠也太严重了吧 看一下我鼠标指在哪里 然后这个寺院流星扔到哪里去了 这么近的距离都扔不中 倒是这个右键攻击很容易打中 但是伤害稍微低一点 只有几百上千 刚刚试了一下寺院流星啊 左键攻击下坠太严重了 右键攻击倒是打得挺准的 攻击速度也还可以 但是伤害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高 难道说这个寺院流星有什么特别的使用方法 或者说打特定的boss有奇效 有谁知道的 快告诉我 这可是我刷了三十次boss才好不容易刷到的 今天这一期基本上没怎么推进度啊 就打了一个boss 就为了刷这两件装备 花了我三个多小时 好在最后的结局是好的 这两个东西都刷到了 也再次证明了 我确实是一个坚持不懈的男人 好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